第一題 OK OK 寫下對方的星座 大概只會對這一題 因為這個事情 對 這個我們事情有講過 聊了很多次 可以嗎 對 字字很難寫 對 因為筆畫最多的 筆畫最多的 筆畫最多的 好 一 二 三 兩位都是摩羯座 他為什麼沒有寫摩羯 我寫CAPRICORN啊 那怎麼呢 CAPRI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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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N OK 這個美式發音 美國東岸的發音 CAPRICORN OK OK Good job Good job 摩羯座 所以我們彼此 那個個性算了解 但男摩羯跟女摩羯不太一樣 男摩羯比較難搞 對 女摩羯比較爽朗一點 對 男摩羯心機很重 對 那是烈子的啊 是破我是丟的 哈哈哈 烈子人摩羯像郭彥均就是啊 不要這樣 哈哈哈 哈哈哈 OK OK 好好 破也是破也是 烈子人摩羯 真的啊 對 好 第二題 兩個人第一次見面的地方 第一次見面的地方欸 包含以前嗎 包含以前 喔以前啊 包含以前喔 我們還能在什麼地方見面 我們就 見面的地方 就是只有這些 只有這些地方 對啊 一定是公開場的 一二三 秀啊 節目啊 節目 耶 好像在康熙來的 對啊康熙啊 康熙來的 我上次跟她聊到這個話題 我說我跟 Melody第一次是在康熙來的 他們怎麼回我你知道嗎 蛤 你跟她會有共通的話題 對啊 有應該有 我已經忘了 那時候常常看到玉琳 有有有 都是上通告 喔我都是因為聽說有 她有跟製作單位要求說 我要請 嗯 你像美夢成真 又兩個一起主持人 對 已經沒有遺憾了 我們家祖焚 我媽媽跟我講 祖焚冒氣焉 就是有大吉大利的事要發生的 Melody最新的一篇IG發文 是什麼樣的內容 鬼才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的IG 最新一篇的發文是什麼了 你IG嗎 我有啦 我有但是 因為IG比較不能業配啦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在經營 那粉絲之盤比較可以業配 發文那我用猜的 搞不好被我 你該不會自己也忘記 我自己也忘記了 喔喔喔喔喔 我知道 我寫一個大概 我猜疑她的狀況 你要講買名牌嗎 你到底要不要買名牌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這是個誤會 因為主要是因為你 沒有沒有 這是個假象 1 2 3 應該是講跟小孩有關的事 蛤 我在跟朋友喝咖啡 對 還有吃壽司 對 我吃 吃什麼啦 是我打你嗎 你 對喔 她不是說不一樣就可以打嗎 是我打你 好舒服喔 好所以這題就是錯了 在以後可以互相關注一下 對方 所以妳是不是在講喝咖啡 沒有關係 那妳啊現在 Williams 對 我看到都是那個 是不是芽芽在幫妳經營 都是芽芽還有 女兒的照片 都是芽芽 跟女兒的照片 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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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下節目的時候 關注一下那個 要要要要 我YG大概已經半年沒發了 對6月12號 因為主要是 因為主要是因為收不到錢 那我在那個粉絲團 如果業配撞羊藥那個錢比較多 嗯 沈玉琳2020年 全新中文抒情單曲的名字 喔 這個我如果自己不知道就 等一下 2020年是現在嗎 對今年 Right now 玉琳哥又出單曲啊 他是歌手耶 我是發變歌手 我知道你是rapper 我不知道你是歌手 沒有 我第一首單曲叫做 如果你要的是我 全部 時間 然後饒舌啊都有啊 但是我2020年真的有發表 一首新的單曲 真的假的 那我實在是不知道 那我真的是要打屁股 這個因為字有點多 這好長的單曲喔 本來是這樣子啊 本來那個歌名叫做 愛芽芽 愛芽芽 是你愛寫給芽芽的啊 我心中最愛的人 那歌是這樣的啊 因為你如果直接去 就叫做愛芽芽 那藝術的東西 需要帶點韓序 太直白就比較 不那麼藝術了 對 所以就變成 我想你知道 我和你約來 要怎麼樣 對 所以 所以就變成 我想你知道這樣 好棒喔 然後我12月的時候 有一首新的單曲要發 今年12月 對 我跟那個鴨王 蔡易德 蔡易德你知道嗎 我知道 蔡易德 那個 那個 在南部 南韓國雅 台語歌手啦 喔 你是我 會心肝肝肺 以望應 我甘於作為 冷氣更淨 對 所以我算是 潤泉館 郭元化啦 像這樣的歌我也唱得 非常好 舒晴歌也OK 對 那首歌是為了 佛廟會 對 因為我們廟會場還蠻多的 玉琳歌真的是 還蠻多的 那我就 天來就幹 球來就打 對